A股上市标准 我把它分为四个维度 第一个维度 你必须有产业 记住 没有产业属性 没有很细分 很垂直的产业 是很难在A股要搞的 第二个 就是我们说的 用户和数字化标准 互联网是要一级用户 但是产业用户 叫有限用户 永远不要为止用户 少而感到害羞 少就对了 但是少有个前提 它必须是活跃的 付费的 在线的 这三个定语 基本就是数字化标 第三个标准 是营收标准 过去说 深属于创业 最大的问题是 长不大 长大和长不大 规模和非规模 这个区别 界限就在一个亿 营收过亿 是我们创业的 基本条件 我们说一亿中流 一亿规模的中小企业 是中国整个经济 和社会的中流理由 最后一条是利用标准 产业创业 利用是腰 腰杆硬币 一个企业一定要看利用 利用做到多大是合适了呢 你过了5000万 净利10%到15% 或者说 你在挨卵融资的时候 你基本就有利用 四条 产业和模式是基础 用户的数字化 是我们追求的方向 营收是我们的梦想 利用是我们的腰 腰杆硬币 私主发展的解体 这个标准 是一个产业创业者的成人礼 就是你达到这四条标准了 基本就是A股上市标准 你奉猜 不要承讯